作为361度最值得入手的实战球鞋 肯定是这一双AG3MU的实战球鞋 大家好,我是多多江 今天给大家开箱这一双非常值得入手的361度 AG3MU的实战球鞋 另外这一双鞋子的外底真的是很耐摸 出色的稳定性绝对是这一双鞋子的优点 整双鞋有着非常简约的流线型鞋身设计 作为戈登的签名球鞋 在后跟的位置也有戈登的签名 细节的完成做得非常不错 鞋面部分我们能看到鞋面使用了非常高强度的纱线混织物的鞋面材质 质感真的很不错 坚固的强度还有整双鞋子的透气性非常不错 在鞋带的位置还有鞋子的内侧外侧部分周边是使用了热压胶的加固 整双鞋的支撑性是做得非常不错 在鞋子上脚感觉是在鞋头的位置的这个位置会偏宽一些 非常适合脚宽的小伙伴去试这双鞋子 在外侧的位置我们能看到一块非常大的TPU一直延伸到后跟的这一块系统上 能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外侧支撑性 中底部分这一次这一双AG三代的中底科技可就厉害了 双层的中底叠加分别有两块不同规格的回膛泡棉组成的中底 整双鞋的缓震极限非常高 另外这一个中底的组合会相比于之前的361度Q弹科技还要来的舒服 在足弓的位置还加入了尼龙的抗扭片 所以整双鞋子的整体抗扭性是做得非常不错 外底部分水波纹和桑形纹路的组合 方滑性是做得非常不错 这双鞋我之前也是试过外场的实战 这个纹路基本没有任何的破坏 真的我们国家自己做的这个球鞋 它的鞋底制作真的是很下功夫 真的很棒 总结一下这双361度AG三面的实战球鞋 创作体验真的是非常棒 非常适合脚康的小伙伴去入手这双鞋子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起来 吃马半面直接入手正马就可以了 我是豆豆酱 关注我每日一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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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